好 現在我們要開始上測量 第一個是長度 長度 一個測量 什麼叫測量 什麼叫測量 哪一個已知的標準 跟一個未知的事物做比較 求得 數量的關係叫做測量 那個那個誰 上來 看著 來 請問你 從這裡到那裡有多長 一步 兩步 三步 四步 四步半 叫做4.5步 請問你這個桌子有幾個手掌關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點 五個半 五點八個 五點八個手掌寬 五點八個手掌寬 這樣的動作 就叫做測量 哪一個 已知的標準 跟未知的事物做比較 求得一個數量的關係 這個動作叫做測量 4.2個手掌寬 31.5公分 86.7公斤重 這樣叫做測量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一個測量值的寫法 一個測量值的寫法 完整的測量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數字的部分 4.2 31.5 86.7 第二個是 單位的部分 手掌寬 公分 公斤重 所以一個完整的測量 要有兩個部分 數字跟單位 單位 兩個 一個叫公認 一個叫事宜 公認就是大家都有用 最起碼 是要你活的地方 你生存的區域 有用 你生存的區域有用 比如說 台灣人有人會用台經 台灣人用的重量台經 金門沒有一金 可是金門的一金 因為台灣的一金是 不一樣重 金門的金比較小 當然金比較大 那至少金門可以用 你要知道你的區域是大家用的 那我們有個國際的標準單位 SI單位 我的獎益後面有跟你補充 國際的標準單位 小公司不要用小單位 小公司不要用大單位 身高多高 1.6公尺 勉強 160公分 很好 1600公里 錯活錯活 0.0016公尺 公里 太奇怪了 台灣的國遠 有幾公里 你死人啊 有幾公里就可以了 所以大公司不要用小單位 小公司不要用大單位 要做四大 好 重點是 我們的測量有個數字的部分 跟單位的部分 數字的部分要注意 有一組準確值跟一位估計值 一組準確值 為什麼要寫一組 因為它可能一位 可能兩位 可能三位不一定 所以把它叫做一組 但是估計值只有一位 估計值只有一位 那一位呢 在準確值會準確到最小單位 你這把尺 最小單位是公分 就準確到公分 這把尺 你最小單位是公里 就準確到公里 你們兩個人 你們兩個一定要被我登記嗎 就準確到公里 叫做準確值 估計值在最小單位 一下一位 只要單位一下一位 好 來 這個多長 單位到公分 好 所以確定有14公分 又多了一點點 我猜它0.8 所以就14.8公分 下面這把尺 最小單位到公里 我確定有14.7公分 對不起 14.7公分 那所以 直到7就是準確的 那後面多了一點點 我猜它一半 所以多了個 0.05公分 就是 0.5公里 所以 這個14 跟這個14.7 就是叫做準確值 後面那個8.5 就叫做估計值 估計值只要一位 因為多寫沒有意義啊 在上面 我說14.8 你說你眼睛比較厲害 14.85 然後它更厲害 14.85 7 因為它說14.85 76在 後面都是唬爛的啊 完全都是 所以你多講什麼 完全不會增加它的準確度啊 所以沒有意思 所以我們的估計值只要幾位就好 一位就好 估計值只要一位就好 多寫沒有意義 我也沒有意義 所以它準確值跟估計值 好 同學你要學問的事情 你要學問的事情有兩個 一個 考的比較少 一個考的比較少 我給你一個正確的測量值 你告訴我 它用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不要考的比較多 我告訴你最小單位是什麼 你給我寫出一個正確的測量值 正確的測量值 好 比如說 比如說 有一 有一把子 最小到公里 最小單位到公里 我量去 我量去的東西 我覺得它剛剛好 我覺得它剛剛好 15公分 請問你 你的測量值 要寫成怎樣 要寫成怎樣 這個考的比較多 好 考的比較多 你的最小單位是公里 你覺得它剛好15公分 你覺得它剛好15公分 請問你 你的測量值 要寫成多少 15公分 7號 正好 就在前面 鏡頭都不用動 多少 要寫成幾公分 最小單位是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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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剛好15公分 請問你 我測量值 要寫成多少 林玉菲 好 沒關係 換一位 帥哥 男生 男生 27號 27 起立 不要講話 不會 兩個人坐下 我最小單位是公分 我覺得它正好15公分 但是要到公里 所以要點零 這個零是準確值還是估計值 準確值 準確值 準確到最小單位 還要怎麼辦 再加一個估計值 所以你要寫成多少 15.00公分 你懂嗎 這個考的比較多 這個考的比較多 我告訴你最小單位 你給我寫出它的 正確的測量值 OK 任何測量都會有誤差 所有測量都有誤差 各種誤差 你的把劑劃他們的誤差 遺棄太爛的誤差了 還有今天的空氣怎麼樣的誤差都有 所以凡是測量都有誤差 只能夠盡可能的減少 但是不能夠完全的消除 所以講過 可能是你魚氣設計不好 你人為超越不當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因素 今天熱一點或冷一點 風有吹或者沒有吹 或者怎麼樣 都有可能 我們通常會用一個方法 來把我們的測量的準確度提高 就是用平均的方法 平均的方式有幾種意思 請問你 電機原體比有多長 你量一遍 他量一遍 另外你量一遍 量好多遍 六遍 然後去除 這是一個平均的方法 第二種意思是 比如說一張子有多厚 一張子很難量 拿到500張子去 量完之後再處理500 要求平均值 平均值可以使我的誤差降低 就減少我的誤差 那細節以後 高昂舟再說 不是這樣叫什麼 那我們會告訴你 如果我給你五個測量 有人誤差太大的時候 那就不要算 不要算他 那什麼叫做誤差太大 你連準確值都跟人價不一樣 因為估計值可以拍啊 我認為是14.1 你認為是14.6 雖然人的眼睛 有辦法判斷 以後超過一半 所以 應該不會有人猜1 有人猜1.6 但是 就理論上而言 都是對的 OK 所以不能猜秒 可是 人家測一個14.2 一個人測14.3 一個人測14.2 一個人測14.3 然後你測一個13.5 你連那個準確值都跟人家不一樣 一定是錯的 打掉他 所以 誤差太大不用算 意思就是 你連準確值都跟人家不一樣 如果鐵定不對 降掉他 就不要進去 估計值可以不一樣 人家都在猜眼 他是估計 好 這兩個人長度 這是一個長度的過去的標準 右手邊的這個 像公子的那個就是標準 當初一個國一合金兩關的刻度在明珠希 他就定為1公尺 最早的標準 我講一張有請 你自己看 有請你自己看 但現在是用這個標準 光在拉拉拉拉拉走進去 你也不用費了 關在正常餐廳都要先結合 這是什麼國際標準單位 這是標準單位 我們平常用的是公子 以前叫做미 因為英文翻了meter 所以叫 principalmente 有所謂的這樣這樣這樣 請注意兩個 請注意兩個 一個是公分下 BI 一個叫做什麼 尼米 旁邊叫做什麼 是公里 這兩個步一直不一樣 不要搞錯 不要搞錯 一個是公里 一個是厘米 厘米是公分 你這樣我會知道他 下面他代號 國中基本上 聽的大部分都是公尺m跟公分cm 大概這兩個 大家很少不解 很少不解 他是偶爾會出來 他換算 那你看就可以了 另外兩個負銜的 紅的 一個叫做尾米 一個叫做奈米 尾米是百萬分c公尺 10的負6之8 一個奈米 奈米科技啊 奈米科技 我有奈米 10的負9之8公尺 km OK 好 這知道他意思 懂他的意思 什麼叫尾米 一個負6一個負9 好 好來 這個東西有他的分數跟配數的關係 講一個最後面有險記參考一下 英文啊 是三位意思 英文是三位意思 現在習慣上寫都是三位意思 所以外國人用眼睛一看就知道 他 他是多大 英文有100萬對不對 英文有10萬 沒有 10萬怎麼講 100千 100千 100跟1000 所以英文是三位意思 中文是四位意思 各自百千萬 然後 10萬 百萬 千萬跳到 1 10億 百億 千億才跳到 所以我們是四位意思 所以我們看那個外國人寫那個意思不知道 也拿 你看不出來 外國人就知道 他們三位意思 但有三個字你要會 一個叫分 分就是十分之一 一個叫零 零就是百分之一 一個叫豪 豪就是千分之一 所以位子 剛才不是有一個 黎米嗎 什麼意思啊 百分之一公尺 豪米啊什麼意思啊 千分之一公尺 所以黎米就是公分 阿米就是公米 好 分比 國中 聽說小七有問過 分比 分比 分比什麼意思啊 十分之一公順 公順 公順 不過國中沒有人這樣子看 聽說小七有這樣問過 問分比 分 分公身那種奇怪的感覺 分公身那種奇怪的感覺 分公身有什麼意思 十分之一公身 所以分就是十分之一 中文的寫吧 分就是十分之一 第一就是百分之一 然後就是千分之一 所以要懂他的意思 就要看到他什麼玩意 我們國中學的長度這兩 基本上使用詞詞 高中以後會學一些什麼螺旋側圍器啊 巴拉巴拉巴拉的東西啊 我們國中就這把詞 這把詞去量 我剛才講過 我告訴你 來 看看這把詞 最小單位到哪裡 準確只要準到最小單位 他在怎麼樣 做一位 估計 所以上面 左邊的這把詞 寫14.8 右邊這把詞寫14.75 有打點的那個地方就是這個 最小單位 後面還多一個估計 剛問過的問題 所有儀器的測量的第一步驟 叫做規律 所有儀器的測量第一步驟 叫規律 我們後面要交天體 這到底一定要規律 第二步驟要注意最大量成 這個台灣沒有交 台灣沒有交 台灣沒有交 交電穴的時候 交這個安培器跟浮熱器測量 這個稍微帶到裡面 他有關的東西 但是也沒有 也沒有用最大量成來說明 你來把你們 補充15公分 最大量15公分 15 所以只能夠量15公分之內 超過15就不能量 最不準 OK 有個皮脂啊 常施工15公尺 可以直接量施工15公尺 OK 叫做所謂的最大量成 你的儀器最大能夠量多大 要處理這些問題 不能更超過 但是呢 我們國中 台灣的國中 沒交這件事情 台灣的國中沒有交這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長度的測量 OK 有問題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